提醒大家做好防疫好不好 你看我现在都戴着口罩 然后呢刚刚讲到 我们整备了一年13个月 你13个月前后两份新闻稿 都是你官方发布 一份是疾管署发布的新闻稿 白纸黑字各位现在还可以去 网络上查关键字是 关键字是好不好你现在就可以查 守住医院惊叹号六大策略 扩充医疗整备 这封新闻稿里面写着 这个去年4月7号截至 他4月7号发的嘛4月3号的时候 这个整备 哦970床 结果今年5月16号 持重粮次长在记者会上面 变成658床 300床去哪里不知道 我在最近在针对这个议题 去找资料的时候 我后来就看到一些新闻 似乎跟这个状况有关 怎么说呢 今天封传媒独家报导了一则消息 看起来消息来源 应该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内部 他们显然对这个状况 是非常的忍无可忍 非常的不满 发生什么事呢 台北市有超过百名的确诊者 无法进入医院收治啊 原因在于不少非北市联衣系统的 北市医院 即便自己筛检出确诊 却不按照SOP收治确诊患者 只能在家隔离啊 封传媒邪的 然后呢台北市政府表示 非常的无奈 然后台北市长 柯文哲也表示非常震怒 台北市非联衣系统 什么意思 就是他其实可能不是公立医院 或是他非台北市可以管的 但他在台北市内 他可能是国立的 他可能是部立的 他可能是什么学校的教学医院 你筛检出确诊 但是你却不想收治这样的患者 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理解 因为很多医院他除了这个医生救援的信条之外 他还是要福音商业原则 你今天传出来说某某医院 某某医院收了确诊者 你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意 你可能会影响你 你这个病人看诊的这个频率 那间接就影响到你的收益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意外 不要挑战人性 不要挑战人性 那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 你要怪这医护吗 其实我不会怪这医护 我也不会怪这个别医院 我还是那个问题啊 今天打仗了 你能够 有的医院他可能处于私心 或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他可能没准备好 或是说他 他有没有可能拒绝收治收整 然后呢 甚至以多抱扫床位 然后呢 说我没有位置了 我收不了了 有没有可能 有 他基于私心要这么做 人都有私心啊 任何团体 任何个人都有私心啊 就是因为人都有私心 人都有人性 所以我们才要国家法律制度啊 才要SOP啊 就是当发生状况的时候 你们必须要守法啊 你必须要照我SOP照着走啊 不管是用征用的方式 还是必须要 必须要这个忠实承报的方式 或者是你必须要负担某种程度的专责的方式啊 这不就是指挥中心该做的事情吗 结果发生事情之后 发现你 你对这种事情束手无策 你甚至视若无睹 然后呢 然后放任 对大家 各自 各为 各自 按照自己的人性或私心来做事 结果就发生什么事 很多收治者 诶 风传美写的 不是我写的 有超过百名确诊者 无法进入医院收治啊 百名确诊者 无法进入医院收治 我这是在印度 还是在 还是去年13个月 14个月之前的欧美国家 风传美 他从医院的角度 他看起来这个消息来源 可能来自于台北市政府内部 然后呢 台北市政府表示非常无奈 另外我觉得两篇 两篇 两篇联合报的报导 更是让人家觉得 听了很心酸 对 我在写的时候 我的情绪真的还蛮多的 我念给大家听好了 年约65岁的理性妇人 平时独居在万华区 和平西路三段 一处民宅内 原本因为疫情 在家进行居家隔离 近几天却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上周前往台安医院快筛后 台安医院 它正好就是非联衣系统 然后但是在台北市的医院 台安医院快筛后 近日却确诊 而且是PCR确诊 罹患新冠肺炎 理副确诊后 昨天家人却怎么打电话 都联系不上 昨晚十点多 报警处理 紧急破门后 理副已失去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将其 送往台大医院 急救后 人不治身亡 一个确诊者 他只能在家等死 没有医院收他 我筛出你确诊了 我也不收你 我就让你回家继续隔离 然后他独居 他一人一户 他走了没有人知道 我们这是在 我再问一次 我们这是在印度 还是怎么样 还没还没完 联合报今天还独家专访 另外一则 独家专访 位在新店的一位张妈妈 他50多岁的儿子 因为去过万华茶室 而在5月16号确诊 却直到现在 就是受访的时候 受访的时候 是18号的中午 都没有办法送医院 他说 卫生局17 18号 两天都打电话来说 会安排就医 他每天晚上 这段 你听了之后会很鼻酸 他每天晚上都听到 救护车的声音 以为是要来接人 却都没有 烦恼到晚上都失眠 儿子发烧 气喘不过来 难道要这样放着等死吗 你去年跟我们说 你已经整备了 你已经有970床在手上 然后要开始进行整备 守住医院 现在你跟我说 13个月过去 你现在只剩658床 然后呢 然后确诊者在家等死 已经死一个了 已经死一个了 这没有很荒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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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什么国家 我们是什么国家 我们不是number one吗 我们还要help 我们还要help全世界吧 然后结果我们的 我们的确诊者在家 在家等死了 在家死了 没地方要收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这种状况 这不会很扯吗 然后呢 然后你会说 好过分哦 哪里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但是 但是 不要着急 不要生气 你不要以为政府会怎么样 怎么样 没有耶 最近 各位看一下 礼拜天 早上 礼拜天 这个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昨天蔡总统 今天孙昌行政院长的 发布的新的指引是什么 你不用 轻症者啊 无症状者 你就回家待着吧 你就回家待着啊 你不用立刻就医 我们要守住 把医疗资源留给最需要 最需要照顾的重症患者啊 可是这个问题是 这个问题是 今天台北市长 柯文哲也这样讲 也这样讲 也这样讲说 这个确诊者 你不一定要就医啊 如果是轻症 你可以在家啊 或什么什么的 我说真的 在医疗本身 医疗本身 医学本身 我不是专业 我不讲 我不讲这个 我只从政治 跟一般民众的观点 来跟大家 来跟大家 跟大家讨论 跟大家分享 我们去年 去年的时候 英国首相强森 3月15号开记者会 他宣布的 不就是这种措施吗 不就是这种措施吗 就是 轻症无症状 你不要来 医院了 我也不筛你 我没空 没办法 我没有资源了 重症的 你再来看医生 你如果 甚至你确诊 你在家里面 先待七天 如果七天之后 你的状况 自然康复 那就没事 Lucky you 如果严重的话 你再来使用医疗资源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我觉得无奈是什么 无奈的事情是 英国去年 是刚遭遇一个 未知的病毒袭击 你不能拿现在的时间 不能拿现在的 现在对病毒的了解 跟对疫情的掌握 去评估 评估当时英国面临的状况 英国面临状况是 那是一个未知的病毒 那是一个新兴的疫情 来得太快 他准备不及 当然有轻护的成分在内 然后也过于大胆 后来他也慢慢的修正 我们先进广告 稍后再回来 刚刚讲到说 我们现在竟然走上 英国佛系防疫的后尘 也就是 也就是 轻症者 无症状者 你待在家里面 你也别来筛检 然后呢 如果你是重症的 你再去医院 我们要守住医院 什么什么的 这就是佛系防疫 我没有 我在此 我在此时此刻 我先不脏匹 佛系防疫 对或不对 因为我不是医学专家 我也不是工卫专家 我只想跟大家 我只把资讯 摆在大家面前 去年 针对佛系防疫 我们的防疫巨头们 各个都是 都是 你知道 有口接烂 有口接烂 陈时中说 这是能量不足的国家 才这么做 张尚存讲什么 张尚存讲说 你怎么知道 轻症不会变重症 重症不会死亡呢 这个风险太大了 陈建仁讲说 陈建仁也讲说 这个风险很大 因为有可能会变重症 有可能变死亡 你很难掌握 然后呢 李秉颖说 这太荒谬了 太荒谬了 我讲的 全部都有资料可查 大家可以上去查 可以上去 陈建仁的脸书 或是你可以 把这几个关键字 结合在一起 你都可以找到 他们曾经讲过这些话 但现在我们 走上这条路了 我们现在走上这条路了 你刚刚讲的那些 轻症变重症 重症变死亡的风险 不存在了吗 陈世忠对英国 有讲说 这是量能不足的国家 那现在我们是 量能不足了吗 好像就是啊 真的是啊 真的是啊 这条路了